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就是說你肌肉的反射神經要相對比較快速 對 學小力行的人基本上都很呱噪 就是你只要看到一個樂團 每次都是小力行人在那邊 然後飆高 待會他就會幹這種事 拉了一堆那種很炫技的東西就吵死了 很想過去給他這樣敲下去 安靜一點好不好 然後大提琴就是那種很溫和很有氣質在那邊這樣 哈哈哈哈 我後來沒有進入到古典的這個路 我就走到跨界 然後我做的第一部得獎的那個片子叫做《孽子》 就是白鮮勇的孽子 那孽子這個曲子 因為當初寫的時候 就是在那個時候環境 差不多十幾年前 台灣對於這個議題並沒有那麼開放 寫的時候很 很不知道怎麼辦 我就參考了一些布拉姆斯的 布拉姆斯的那種比較壓抑的那種 壓抑的一種情緒 寫了一個曲子 那我平常真的不喜歡演這首曲子 因為這首曲子太悲傷了 我想說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他在這首歌 我會想說 不論音樂的學習過程將來是為了 什麼樣是教學或者是演出什麼 最重要還是要有一股熱情在裡面 就為了這種熱情在整個學習過程中 還有到了社會上 這個熱情是一種動力 不管做哪一個行業 其實我常常跟我學生講 如果你想要大富大貴的話 你去搞電視工資 你去當大老闆這樣 但是我覺得我們這個專業 有一個跟其他行業很不同 就是說因為這個行業是 如果你自己沒有熱愛你自己音樂的事業 你是進行不下去的 這個行業有這個特性 所以我們不管站在台上演出 或者是不管教學都是出自於我們內心的 自發性的一種熱誠在做這整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學音樂這條路 對我而言是很幸福的 那當然也許我們有時候也要忍受孤獨 或者忍受一些旁人對我們這個行業的 不理解或不諒解這樣子 但是這個行業給我們的就是說 它提供了一個你可以忠於自我的一個 極棒的實踐的機會這樣 都已經被你們講光了 我也不想再講些什麼 那你就說我也是這麼認為 可以說福特加 因為我後來想到一件事情很重要 如果你彈錯一個音就要幫我洗一個碗 用碗跟叉子來計算 這樣不錯吧 問題是我可能選擇一首曲子 視窗上聽不出來我有彈錯音 好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